穿进虐纹的第一天 我直接捅死了男主 下一秒 时间强制回溯到起点 系统说 主角必须要走完虐纹的 虐身虐心全部流程 才能走出这个世界 我气得框框给男主几个大耳瓜子 骂他扫把星 叮 对主角进行言语羞辱 虐心进度5% 我眼神一亮 原来还可以这样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我看完这本小说后 在评论区发表了八千字的问候 然后键盘一阵噼里啪啦爆炸 我被电死了 再次醒来 就穿进了这本小说的开局 女主软软去寺庙上香 男主此时被仇人追杀 刚好躲到了女主的卧室 女主细心照顾男主 从此开始了一段孽缘 小姐 她是谁 丫鬟小云 看着床上湿血过多昏迷的男人 惊呼了一声 我脸一沉 走到床边 轩辕叶发丝凌乱 嘴角胸口都有着血迹 脸色苍白 不愧是虐闻男主 十足的妖孽祸水长相 死雄莫变 但是想到救了这个男人之后的遭遇 为了我的心 我的眼睛 还有我的全身 我毫不犹豫地拔下发肩的金钗 狠狠地戳进轩辕叶的心脏 嗯 轩辕叶发出痛苦的呻吟 猛地瞪大双眼 一双妖异的子瞳里 是毫不掩饰的震惊 看你爹看 我反瞪他 拔出簪子 又一下狠狠地刺进去 轩辕叶隔屁了 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 没关系的 只骗人而已 我长叙了一口气 在心中安慰自己 警告 脱离主线 系统将立即进行修复 不可脱离主线 一道冷冰冰的机械电子音 在脑海中响起 下一秒 我又回到了刚进门的时候 小姐 她是谁 小云惊呼 系统在脑海中告诉我 必须要走完虐心虐身所有剧情 确保虐文进度完成 才能脱离这个世界 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愤怒 小云去找主持过来 问她今年的香油钱 是不是不想要了 怎么我的房间里 随随便便都能进来 死男人 小云硬生走了 原本的剧情 女主软软发现 伤重的男主之后 亲力亲为 给她上药包扎 瞒着所有人 照顾了男主半个月 然后男主当了半个月的大爷 一句谢谢都没有 就消失了 再次见面 已经是新婚业 女主不幸地开始 让我去照顾人 那是不可能的 主持很快就过来了 还带着两个小沙迷过来 看见病重的轩远叶 忍不住阿弥陀佛 一边命人将她抬出去 一边跟我道歉 就在轩远叶被抬出去的时候 她忽然间抓了一下我的衣袖 我皱眉正开 在她脸上啪啪扇了两巴掌 呸 真是灰气 哪里来的扫把星 平白脏了我的房间 快把她给拉走 房间我也不要了 另外安排 丁 主角遭受言语羞辱 灭心进度5% 轩远叶是当朝皇帝 和异国和亲公主的血脉 因此天生子童 从小被当作怪物 扫把星是她常听到的词 也是她此生最不想听到的词 哈 听到戏童冷冰冰的话音 我的脑子暂时当机了一下 随即便是狂喜 原来对男主的虐心虐身 也可以推动进度阿 嘿嘿 男主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在没有进行到剧情的时候 我的穿书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穿成的是当朝权相的独女 每天除了吃吃喝喝 就是悠哉悠哉的看戏 一个月下来 我的脸都圆润了不少 顺着原本剧情的时间线 赐婚圣旨如期而至 轩元叶是本朝最不受宠的五皇子 而我爹是权相 名下门生无数 我哥是少年将军 一直在边疆守卫 原著里本来我爹是主意 让我嫁给当今太子的 皇帝疑心虫 怕我家和太子强强结合谋反 便大笔一挥 直接把我赐婚给了轩元叶 软软 你若是不想嫁 那就拒了这个婚事 一切后果爹来承担 我爹从圣旨下来后 脸就一直紧绷着 气得吹胡子瞪眼 我娘也附和 你爹说的对 软软 皇上这是扔垃圾呢 谁不知道 轩元叶没人愿意嫁 这么好的爹娘 最后却在帮助轩元叶登基后 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想到这里 我心中的怒火升起 越烧越烈 爹娘 我嫁 你们放心吧 女儿会照顾好自己的 原助理女主早在寺庙里 对轩元叶就一见钟情 赐婚圣旨下来后 就不顾爹娘反对 立刻满心欢喜的去备嫁了 我当然要嫁 不然怎么走剧情 对男主虐身虐心呢 新婚夜 王府里却冷冷清清 不情不愿的拜了天地之后 我就被王府里的嬷嬷 送到了冷冰冰的新房里 原助理 轩元叶也不想要这桩婚事 但是却又不敢反抗皇帝 他故意让女主独守空房一夜 命下人冷待他 嫁入王府的第一天 就是女主虐身虐心的开始 软软坐在床边 视线被盖头挡住 只能看见四目的一片红 从期待见到爱人的满心欢喜 到深更半夜 独守空房的冷漠寄聊 他哭坐在洗床上一夜 也没有等来自己的新郎 第二天 嬷嬷告诉他 轩元叶宿在了侍妾的房中 心痛如脚 我做错了什么吗 夫君这么讨厌我 想起原文里的描写 我一把扯到盖头扔在了地上 来人 让厨房做点晚膳送过来 我淡淡地吩咐 吴义人应声 小姐 王府里的嬷嬷婆子 都在外面装耳聋呢 陪嫁丫鬟小云 朝外面看了看 冷哼一声 那就教教他们什么是规矩 我微微弯了弯唇脚 示意他去 小云点头 表情一是兴奋 我的陪嫁中 带了几十个爹爹培养的暗卫 都是一把好手 没多久 王府里的丫鬟婆子们 都被压着跪了一地 王妃的吩咐 没有一个人听见 那你们的耳朵 要了有什么用 小云板起脸 手上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刀 扫射着众人 刀刃锋芒毕露 王妃 是皇子吩咐 不必听王妃的话 老奴也是不得已呀 嬷嬷 吓得捂住了耳朵 立马求饶 现在 我才是王府里唯一的主人 你们听谁的大可以掂量着办 不过 下次耳朵可就没有这么好保住了 我端坐在上方 冷冷地看着他们 轩原夜从新婚夜 就开始试探女主的底线 女主一再忍让 并不会得到她的联系与爱意 只会招来变本加厉的虐待 轩原夜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天 不到半个时辰 洗房里就送来了丰盛的膳食 吃饱喝足后 我一声令下 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去了侍妾那里 砰的一声 小云一脚踹开了侍妾的房门 内饰 春色正浓 轩原夜一把抓住被子 把两个人裹住 妖翼的脸上 近时怒涩 滚出去 没人听她的话 来人 把被子拿走 让我们看看 王爷需不需要帮助 我笑意的倚着柱子 看向床上 侍妾早已惊吓得花容失色 颤抖地抓着被子 原住里 侍妾在第二日 便去挑衅女主 说她是向爷的女儿又怎么样 皇子连房门都不踏进去 让女主好好练练房中树 女主被弃得大病一场 期间还被轩原夜给强暴了 想到这里 我收敛了笑容 微微抬手 还不动手 几个人上去 把被子扯掉 光秃秃的两个人 就这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年轻的丫鬟 别过头去 不敢看 老嬷嬷和暗卫们 倒是假装移开了视线 实际上 我还听见 有人一泪声 作为男主 即便是虐文男主 没有十八厘米 那都不算是男主 你疯了 轩原夜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脸色一白 羞愤交加 哟 皇子继续啊 我特意带了这么多人来观看呢 小云替我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我坐了下去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你再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 你这疯女人 快滚出去 不然别怪本王不客气了 轩原夜随意拉了一件衣服 遮住了关键部位 脸胀的通红 嘿 我就不出去 皇子不会是不行了吧 这才多久呀 要不要帮忙啊 我高兴地看着轩原夜窘托 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一边抽空对小云说 下次记得早点准备点瓜子花生 不然我坐这里 嘴巴空着 你太无聊了 是 小姐 小云点头 身以为然 贱人 阮成像就交出这么一个好女儿 你也算是大家贵秀 轩原夜抓紧了床边 双手指节都泛白了 已经忍到了极限 谢谢你对我爹的夸奖了 来人 我看皇子是真的不中用了 刑防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去帮帮他 我拍了拍手 两个侍卫上前去抓住轩原夜暗倒 随即就要强制帮他进行交配 轩原夜像一头被强制配种的猪一样挣扎着 奈何他一个月前才受过重伤 根本抵不过侍卫 气得直接一口血吐了出来 那处也彻底尾了 扑的一声 轩原夜直接吐出一大口血 全身光秃秃的趴在了床边 像一头冰死的猪 他现在这个样子 可不就是被随意玩弄的种猪吗 轩原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抬起头看向我的眼神里 竟是嗜血的杀意和恨意 却又无可奈何 系统提示 虐心进度10% 我吃笑 这人真是贱 所有欺负过他的人都被他记在心里 日后一定要报复 比如皇帝 比如其他皇子 还比如我 但是却根本动不了我们分好 但是帮过他 真心爱他的人 他却肆意伤害凌辱 见他这份真心 仰仗的不就是软软步步相让 永远不会反击 只是默默地承受他给的伤害 轩原夜 好好回味一下这个难忘的新婚夜吧 小云 我们走 折腾了半天 真是累了 我打了个哈欠 带着人走了 留下气得胸口乱颤的轩原夜 和大惊失色的侍窃 天刚亮 轩原夜便带着一群王府 侍卫围了我的房间 要绑了我问罪 只是他们连我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就直接被我带来的暗卫 给打了个落花流水 人们绝不会在我喊第二声的时候再进来 所有人见到我 都是低着头走路 很快 就到了下一个剧情点 女主被嘲讽后 大病一场 三日回门宴见帝后 被看到了他那副鬼样子 随即稍微命人打听了一下 便都知道新婚夜发生的事情 因此帝后敲打了一下轩原夜 轩原夜不敢反抗帝后 只敢把梦火发泄在女主身上 见人 没有男人你活不了 是不是 那本王就成全你 像你这种心机重的女人 本王一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你 之后 轩原夜把女主凌虐了一天一夜 原本就生病的女主 更是雪上加霜 彻底落下病根 可现在 生病的不是女主 是轩原夜 轩原夜的内伤 本就没有好 被折腾了半夜 又受了风寒 早上去抓我 却又被我的人给打了一顿 现在整日浑浑噩噩噩的发烧 新婚夜发生的事情 我封锁了消息 而轩原夜 当然也不会主动 把这么丢人的事情说出去 三日回门 他还是强撑着病体跟我去了 娘看着我 泪眼婆娑 我点儿 你受苦了 看看兜 他摸摸我的脸 话梗在了喉头 轩原夜适当的咳了两声 那才叫一个形容哭搞 好了 回来了就好 看玩儿过得真是不错 爹很欣慰地摸了摸胡子 完全不管轩原夜 我们一家三口 有说有笑 其间夹杂着轩原夜 不合时宜的咳嗽声 我秀眉轻皱 十分嫌弃地开口 行了 自己找一个地方咳嗽去吧 真是的 怕不是个牢病鬼 轩原夜握紧了拳头 抿紧嘴唇走了 软软 看见你这样 爹娘就放心了 娘亲拉着我的手 初次嫁女 还是有几分伤感 我依偎在她怀中 这么好的爹娘 我定恢复他们周全的 婚后首次入宫 拜见了皇后 皇后拉着我的手不放 语气里皆是叹息 太子是她所出 她和我娘是手帕之交 从小便主义我做儿媳 谁知道皇帝圣心难测 把我刺婚给了轩原夜 原住里 皇后是个很善良的人 起码她没有主动害过什么嫔妃 轩原夜 却受身边的如母挑唆 称当初她的生母子妃难产 是皇后动的手脚 直接造成了 轩原夜从小受尽冷戴 无人问津 轩原夜自是仇恨皇后 只是现在羽衣未封 不得不伪装 叶儿 你既已成了亲 就要好好对待软软 软软是个好孩子 皇后拉着我的手 放到轩原夜的手中 看着轩原夜隐忍的样子 我直接从皇后那里抽出了手 委屈地说 皇后姨母 您知道 我根本不想嫁给她的 皇后微微红了眼眶 什么都没说 但此时无声声有声 轩原夜脸都黑了 却又无可奈何 从宫中出来之后 我以为剧情开始有了偏离 可是强大的剧情之神 真是怎么样都能掰回来 回到王府后 轩原夜一改之前的隐忍 一把将我压在床上 她子眸中跳跃着火焰 不想嫁给我 你想嫁给谁 轩原成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知不知道什么是妇道 什么是三从四德 什么是忠贞不二 原谅我 实在没忍住笑了 嘲讽她 你个千人整万人睡 不知道过了几手的男人 跟我说这种话 就你这种脏东西 多看你一眼 我都怕得花柳病 你别给我牙尖嘴利 当初难道不是你非而嫁给我 现在又装什么真结猎女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知道厉害 轩原夜恼羞成怒 直接去截我的衣服 我直接一脚 把她踢在地上 发出沉重的闷响声 嘖嘖 就你这副劳病鬼样 还是快点死吧 你早死早脱生 我早改嫁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欢快地走了出去 果不其然 脑海中响起熟悉的声音 虐心进度20% 虐身进度20% 抬头看了看明媚的太阳 真是心情愉悦的一天 轩原夜也许是怕被我气死了 这一个月都在好好养病 没有再来找我 我也留得清闲 没事就去外面听戏 顺便包几个粉面小声 专门给我唱戏 好不快活 直到这天 小云递给我一封信 软软亲起 妹妹可还安好 几日前方听母后 提起妹妹的心意 若是方便 可于后日东风酒楼一见 轩原成流 我看完 这剧情还真是神了 无论歪成什么样 都能扭回来 轩原成和软软 是青梅竹马 但是十岁之后 就只见过寥寥几面 还是隔着人群 遥遥相望 女主对轩原成 其实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可轩原成 却是一个标准的虐文男配 她是洁身自好 风光济月 温润如玉的端方君子 一直默默守护着女主 圣旨赐婚后 她也曾抗旨 可是女主同意了 她也没有办法 在知道轩原业 虐待女主后 甚至想放弃太子之位 和女主私奔 被女主拒绝了 当然 温柔深情男配 没什么好下场 最后 轩原业利用女主设计 害死了轩原成 谋夺了太子之位 这个剧情节点 就是轩原业发现 女主密会轩原成 把他带回去 就强暴了一天一夜 之后便把女主囚禁了起来 逼着他 看他和其他女人的胡冲公 直至女主流产 他才知道 女主已经怀了孕 但是轩原业 没有任何悔恨 无论女主如何解释 他都认定 这孩子是轩原成的 原文是这么写的 鲜血浸湿了一群 软软捂着肚子 痛苦地朝轩原业求救 求求你 救救我们的孩子 轩原业却只是在美人身上起伏 快意地欣赏着软软的痛苦 残忍地说 一个孽种 你敢背叛本王 下场也该想到了 软软只觉得心神剧烈 他不懂 为什么心上人不信他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死去 腹中脚痛男人 他昏死了过去 想到这里 我只觉得肚子有些患痛 苟轩原业 虐不死 你算我输 东方九楼 我和轩原成相对而坐 软软 你过得好吗 轩原成穿了一身便衣 玉冠树发 面容温雅 看多了轩原业那张 永远阴郁沉沉的脸 再看轩原成 感觉整个人的心情 瞬间都好了 如同沐浴在三月春风里 太子哥哥 我过得很好 我微微抿了一口茶水 手指轻敲着桌面 轩原成谋色暗淡了几分 犹豫着说 我听伯父说 是你主动答应嫁给五弟的 没错 我点点头 轩原成握住茶杯的手 微微用力 几乎要把茶杯捏碎 他紧紧抿着唇角 一言不发 表情落寞 沉默许久 他才叹息一声 只要你过得好 就行了 我嫁给他 是因为我要收集他谋反的证据 轩原业在外面豢养私兵 私下里拉拢朝城 在你和几个皇子的身边 都放了探子 分别是 为他所用 各个忠心耿耿 女配秦洛莲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当了二皇子侧妃 时刻为轩原业传送的消息 轩原业答应他 大业成功之后 会封他为后 轩原业疑心很重 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 也就怀疑 其他皇子也有这么做的 因此早就怀疑 软软是太子安插在他身边的人 所以对待软软 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奸细 怎么虐怎么来 而轩原成 实在没有任何污点 过于洁身自好 连通房都没有 根本安插不进去 只插进去几个洒扫宫女 原助理软软死了之后 轩原业却发现 他根本不是奸细 自己也对他误会许多 从此后悔一生 他把这一切都归咎在秦若莲身上 把秦若莲扔进乱葬岗 从此后宫中纳入的嫔妃 都带着软软的影子 很多读者感动地说 轩原业虽然渣 但是只爱过软软一个女人 这样的爱才最可贵 气得我跟他们大战三天三夜 骂到一起 被禁阎山平 什么 轩原丞惊讶的声音 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微微一笑 面对轩原丞柔柔的唤一声 太子哥哥 轩原丞对上我 隐满笑意的眼眸 脸微微浮上几丝红韵 伴随着破门声 我侧身过去 搂住轩原丞吻了上去 触碰到那片柔软嘴唇的时候 鼻息间袭来若有若无的墨香 简单纯净的气息令人着迷 轩原业踹门而尽 目自欲裂的看着我们 贱人 荡妇 狗男女 奸夫淫妇 轩原业怒吼 把生平中能想到的辱骂词汇 全部骂了出来 他拔出随身的配件 就要朝我砍来 宛若一个疯子 轩原丞立刻把我护在身后 取出腰间折扇 去挡轩原业的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轩原业占不到任何便宜 保护太子的暗卫 也立刻现身 几个回合下来 轩原业已经被制服 轩原业不甘地被压在地上 眼眶发红 黑眸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细看还有几分心痛 五弟 我和软软本是两情相悦 若不是父皇执意赐婚 软软现在已经是我的太子妃 这件事情 本公会去和父皇说清楚 给我们三个人一个交代 轩原成命人放了轩原业 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我站在他身旁 看着跪在地上的轩原业说 瞪我干什么 轩原业 我这个人生平则偶第一项 不要脏男人 第二项 不要耸包我礼横 对皇上赐婚不满 你去找皇上啊 你不敢 只能为难我 可惜了 我可不是任你揉捏的面团子 轩原业眸中暗勇流动 呼吸粗重 握紧了拳头 屈辱地离开了 丁 灭心进度40% 五弟他为难你了 轩原成眉风微微皱起 语气担忧 不过是新婚业的时候 去了世妾的房间 我巴不得呢 这种脏男人 狗都不要 我轻哼一声 轩原成揉了揉我的头发 宠溺的笑笑 接下来 我把我所知道的 关于轩原业的一切 都告诉了轩原成 也好让他早早不数 原著里 轩原业扳倒太子的最后一击 便是伪装成绑匪 绑架了怀孕的软软 绑匪要他单人匹马附会 他去了 而后 轩原业从暗处 射出破空的一件 目标正是被绑着的软软 轩原成本可以活着的 可是他却帮软软 挡住了那一件 软软看到背后的轩原业 终于心如死灰 在说出了所有的心理话之后 带着腹中的孩子自枪了 他可以自己被虐 却不可以忍受 自己背负上一条人命 还是如此赤诚 对他的轩原成 之后 轩原业顺利登基 爹娘得知了软软的死讯 要为他报仇 可是兵权却早已经被剥夺 遭到满门抄斩 轩原业说 软软黄泉路上太孤单 让他们一家都去陪软软 我不可能把这些情节 提前告知轩原成 请了所有告命夫人 公主郡主 还有皇子妃和侧妃们 我在宴会上 第一次见到了二皇子妃秦若莲 秦若莲自小便是个孤儿 小时候偶然被轩原业所救 便彻底爱上了他 潜伏在二皇子身边 二皇子在原柱里是个老实人 一事无成 庸碌无为 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专一 娶了秦若莲之后 便对他一心一意 到现在连个正妃都没有 到最后被背叛 死在秦若莲和轩原业的手中 也没有恨他 皇子妃们坐在一起 我和秦若莲中间隔了一个人 但还是感受到 他若有若无的敌意 毕竟恶毒女配 总是对女主有着莫名的敌意 秦若莲怪软软 占了轩原叶正妃的名额 我只当他是空气 与其他几个皇子妃们聊得火热 相见恨晚 宴会结束后 我出去吹风醒酒 后面悄悄地跟上了一个人 走到湖边的时候 一道人影朝我扑过来 我早有预备地往边上一闪 就听扑通一声 秦若莲已经扑到了水里 我站在岸边笑 初秋的夜晚 谁可是很凉的 原助理 软软小产之后才两个月 又被推下水 之后大病了一场 他所受的一切罪都没有告诉爹娘 就连小云也没说出口 软相夫妇根本不知道软软小产 还是这次在皇宫里落水后 被御医把脉才知道 轩原叶当着地厚的面 说软软给他戴了绿帽子 怀的是轩原成的孩子 软相夫妇被气到吐血 根本不相信轩原叶的话 可惜软软昏迷 无法开口 轩原成也连连反驳 就在这个时候 秦若莲站出来说 自己看见了 太子和软软在秘密优惠 他是二皇子妃 属于中立人 他开口说话 皇帝的心便倾向了轩原叶 太子被罚禁闭 软软醒来后 就被罚跪祠堂 抄写女则女戒一百遍 我抱着双臂 看着秦若莲在水中扑通 那边小云跑了过来 在我耳边轻雨 轩原叶已经被引来了 我点点头 和小云退场 轩原叶看见落水的是秦若莲 二话不说 直接跳下去救了他 等他们上岸的时候 秦若莲已经冻得瑟瑟发抖 紧紧抱着轩原叶不撒手 衣衫尽尸露出玲珑的曲线 叶哥哥 我好冷 救救我 轩原叶眼神幽暗 抱着秦若莲 变进了就近的一间偏店 我和小云相视一笑 回到了宴会 有宫女附在皇后耳边轻轻 说了什么 就看皇后脸色大变 匆匆离席了 姐妹们 二皇嫂怎么还没有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的声音 二皇子刚好可以听到 她一脸紧张的 也跟着皇后过去了 等我们一群人跟过去的时候 皇后正在大发雷霆 你们这两个业障 皇后捂着心口 被宫女扶着坐下 轩原叶和秦若莲 衣衫不整的被压着跪在地上 这本是皇家秘闻 可是我和皇后早已经通过气 没有平退人 几个皇嫂惊讶的看向二人 又看了看脸色发绿的二皇子 大气不敢出 母后 儿臣是被冤枉的 秦若莲跪着爬向皇后 手指着后面的我 愤恨的说 是她 是她设计的一切 我惊讶的捂住了嘴 眼睛眨巴眨巴 适时掉下两颗眼泪 二皇嫂的意思是说 我亲自把二皇嫂 送到了自己夫君的床上吗 说完我便扑向了 身边一个最近的皇妹怀抱 阴阴的开始哭泣 都怪我平时归中的形象太好 这下子 在场所有人都开始心疼我 皇妹搂着我安慰 五皇嫂 你且别哭 母后一定会给你 还有二哥一个交代的 轩元叶从地上跳起来 气冲冲的就要来扇我巴掌 却被工人拦住 他眸子里的怒火 似乎都要将我燃烧带尽一半 身形颤抖 贱人 是你跟轩元成设计的是不是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逆子 闭嘴 皇帝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直接朝着轩元叶的脸 给了一巴掌 清脆的响声回荡在房间里 他身后跟着轩元成 还有另外几个皇子 二皇子摇摇欲坠 到现在始终一言不发 只是看着秦若连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秦若连要背叛他 来任 五皇子得心有亏 赏三十边 暂时收压地牢 二皇子妃 四白灵 若只是今日的事情 远不足以收压地牢 我看了一眼轩元成 他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看来轩元叶私下招兵买马的罪 正已经成给皇上了 父皇 你不能这么对我 儿臣也是你的亲生骨肉 为什么你对儿臣却这么狠心 轩元叶不甘地挣脱工人束缚 直直地看着皇帝 你私下里做了什么 真让朕现在就公开吗 皇帝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轩元叶将在原地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私下里做的一切 已经被查到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露出的马脚 这不可能 秦若连一听自己要被刺死 眼神黯然 咬了咬牙说 父皇母后 一切都是儿臣的错 与五皇子无关 是儿臣设计的这一切 给五皇子下了药 因为二皇子南风不振 他要自己顶下这一切 轩元叶身形一颤 没想到秦若连对他用情之深 但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开口为他求情 自己自身难保 现在不说话 才是明智的选择 轩元叶默认了秦若连的说法 二皇子却喘着粗气 双目赤红地看着秦若连 若连 但凡你有点心 也该知道 本王对你是怎样掏心掏肺 可你是怎么对本王的 好好好 好一个南风不振 二皇子说完 便直接晕厥了过去 这场闹剧 最终以轩元叶 挨了三十遍 被丢入地牢关押结束 秦若连死了 虐身进度百分之六十 轩元叶好不容易凝聚的势力 被皇帝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打散 另外还把依附轩元叶的几个官员 贬折了出去 轩元叶现在又回到了原点 一无所有 软软 我去请求父皇撤回旨意 你与五弟的这桩婚事 便不作数了 轩元成来找我说这事的时候 眼角眉梢跳动着喜悦 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虽然轩元成很好 可是我是不会留在这个虚假的世界的 原著的剧情 已经如同脱缰的野马 跑不回来了 我正纠结着 接下来该怎么完成 剩下的虐心虐身度呢 轩元成眼神黯淡了一瞬 随即又温柔地说 没关系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等你 软软 事实证明 强大的剧情之神 无论多歪 还真是都能调整回来 原著里这个时候 轩元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几个皇子之间的名争暗斗 也开始了 一向不怎么起眼的六皇子和轩元叶 不知道怎么斗了起来 轩元叶被六皇子的人追杀 受到了重伤 女主刚好和轩元叶在一起 为了引开那伙人 保护轩元叶的性命 被六皇子的手下给轮了 然后又爬着去找昏迷的男主 给他看病 这一个月里 男主眼睛受伤 和女主躲在了一间山下的小屋里 女主亲力亲为 比他亲妈照顾的还好 给他做饭洗衣服 甚至是端尿倒尿 真的很难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女主 都喜欢给男主当妈 还当得那么开心 本来女主舍命救了轩元叶 轩元叶对他的态度 已经好转了 这一个月 是整本书里最温情的时刻 虽然是踩着女主的血肉 换来的温情 但是很快 女主发现自己怀孕了 自从上次流产之后 轩元叶便没有碰过女主 女主怀孕 他逼问孩子是谁的 女主怎么可能把自己 被侮辱这件事情说出口 于是 孩子理所当然的 被认为是男配的 男主发疯了 伤好之后 和女主回了王府 把他囚禁了起来 之后在女配的怂恿下 挖了女主的眼睛 女主气血 一叶白发 之后便是利用女主 害死男配 女主怀着韵字枪 死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了男主 我本来无法想象 剧情之神 要怎么掰回来这段剧情 现在懂了 警告 男主濒临死亡 男主一旦死亡 任务失败 将回到起点 请尽快想出对策 系统滴滴的警告了半天 我的脑子都开始疼了 原来轩元叶被打了三十鞭子 丢入天牢之后 重伤感染 可是狱族们 又是见风使多的一群人 根本不给他医治 也不给他药 现在 轩元叶发起了高烧 快死了 我立刻进宫求情 好说歹说 皇帝算是同意放了轩元叶 我骑着马 带着老御医一路狂奔回来 拉着他进屋之后 看见奄奄一息的轩元叶 立马扯着大夫说 快给他看看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老御医晕马 吐得死去活来 脸色煞白的 给轩元叶把脉 王爷的脉象 不容乐观 老御医发愁的摇摇头 不行 无论如何 必须要救活他 我紧紧皱眉 神情严肃 语气冰冷 做了这么久的任务 我可不想再从头开始了 王妃 微臣知道 您对王爷一往情深 但是微臣也只能尽力而为 在老御医的妙手回春夏 轩元叶的命掉住了 但是昏睡了七天七夜 这七天里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我当然是不可能做这些的 而是掏大价钱 找了一个老嬷嬷伺候他 七天后 轩元叶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见我的刹那 我竟然从他眼神里 看到了倦勇的深情 我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看错 软软 我竟不知 原来你这般爱我 他的眼神越来越缠绵 看着我的目光 都带着衣脸 你在发什么癫 快去请御医 王爷脑子烧坏了 我十分不理解 你不用掩饰 软软 我知道你的心意了 这几日里 你不眠不休的照顾我 我虽然昏迷了 但是感觉还在 我听到了你对御医说 无论如何都要救活我 你每天亲力亲为的给我擦洗 喂药 甚至是 说到这里 他眼睛里浮现一丝水光 脸上也带着几分 事宜的洞容 玩毒子了 轩元叶被夺射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但是听完他的话 我虚了口气 原来是把老摩摩错 当成我了 当我睁开眼睛 看到你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仙女 也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 只有你对我最好 我已经明白了你的心意 以后绝对不会辜负你 轩元叶感动地看着我 恨不得许下海誓山盟 我强忍住想吐的感觉 破坏气氛地说 寝若连对你也挺好的 轩元叶呼吸一致 随即又误了 软软 你是在吃醋吗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得了 你好好养伤吧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转身离开 离开前 还听见轩元叶高兴地说 软软 我就知道你是口是心非 我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 晦气 轩元叶的身体一天天好转 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每日里对我说些酸溜溜的情话 无论我怎么白脸色都不发怒 还遣散了所有实切 深情默默地对我说 软软 若是知道有一天会遇见你 我一定会为你守身如玉 这么恶心的状况 持续了一个月后 轩元叶的一句话 终于透露了他的目的 软软 听说你哥软至于打了声仗 最近就要班师回潮了 我面上没有任何反应 心中倒是十万个赃词呼啸而过 原来自己的势力死了 打着我哥的主意呢 原助理后期软软 虽然被伤透了心 但是轩元叶夺位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威胁 去求软至于帮助轩元叶 软向一家被卷入了漩涡中 轩元叶却在功成名就之后 送他们一家上了黄泉路 对 到时候我带你去见他 我不动声色地回答 软软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此生我轩元叶绝不负你 轩元叶很开心 在暗卫的保护下 我和轩元叶一路狂奔 跑到了一个破败的宅子里 敌人明显是冲着轩元叶来的 因此我没有受伤 轩元叶倒是多出受伤 我去引开刺客 你在这里等着 我把轩元叶藏在一间小屋里 随即便走了出去 轩元叶想拦我都没有拦住 他只能在身后看着我离开 开玩笑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我可是时时刻刻做着准备呢 我的暗卫一直跟在我身边保护着我 虽然熟知剧情 可是我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什么说都不能大意 大意会出事 我被暗卫保护着 藏在隔壁的房间里 很快 刺客一尖尖找过来 踹开了隔壁的门 他在这里 刺客发现了轩元叶 嗨嗨 你们是谁派来的 轩元叶咳嗽了两声 吐出血来 他受了重伤 根本动弹不得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还真别说 这双紫色的眼睛倒真是勾人 老六 你想干什么 他可是王爷 我还真没有尝过 王爷的滋味如何呢 嘿嘿 行了 反正主子说了 不留活口 死之前随便你怎么弄 快点 随即便是一阵尖笑声 还有衣服的撕裂声 滚开 本王是王爷 你们这群畜生 轩元叶虚弱的声音传来 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我在隔壁听着 轩元叶痛苦的声音 心想 这也行 这也可以 剧情大神 你是真的厉害 不错过任何一个虐身虐心点 等了半个时辰 一切结束之后 我率领着暗卫冲进去 把刺客杀得一干二净 地上淘满了死尸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轩元叶眼神空洞的看着上方 浑身没有一处好地方 像一个瀑布娃娃一样 惨得嘞 轩元叶看见我 眼神十分复杂 有恨 有怨 有爱 有依赖 还有委屈 贪孽如着嘴唇 软软 我脏了 你会嫌弃我吗 我在轩元叶充满希望的眼神中 唏嘘着点头 随即吩咐暗卫 把他抬走 虐身进度百分之八十 虐心进度百分之八十 轩元叶经历了那事之后 萎米了一阵子 又振作了起来 我带他去找软志宇 软志宇却在他期待的眼眸中说 他已经把兵权全部上交给皇帝 而父亲也准备告老还乡 从此再也不过问朝堂之事了 轩元叶握紧了拳头 怒砸桌子 发生砰的一声 他忍不住怒吼 软软 你耍我是不是 我正埋头持着樱桃苏唠 含含糊糊的说 啊对对对 轩元叶暴怒 额头上青筋乱跳 把剑就要刺向我 只是刚开始行动 就被软志宇一脚踢开 反手制服 软志宇武将出身 在他面前 轩元叶根本不够看的 你这个贱人 我真恨 自己竟然会爱上你这种女人 轩元叶闭上了眼睛 眼泪从脸庞滑落 我被呛得咳了两声 喝了一壶水才顺下去 顺便喷他满脸 畜生就别张口爱不爱了 怪恶心的 秦若连爱你 他死了 你也没有多看一眼 你就是个扫把星 谁碰谁倒霉 爱你的人只会被吸干血肉 啃食完骨髓 直到没有可利用的地方 就被丢弃 哎 你配吗 轩元叶不服的狡辩 你若是全心全意爱我 我要是全心全意爱你 只会在新婚夜 默默故隐自怜 被你一再羞辱 被你污蔑和太子通奸 被你折磨的流产疯掉 被你利用家中权势 助你登上高位 再被你毫不犹豫地丢弃 满门皆亡 就眼下的情况来说 我若是爱你 护着你先走 就会被那些刺客侮辱 然后再被你侮辱 醒醒吧 轩元叶 你这种人哪配得上他人爱你 我说完 继续吃我的酥酪去了 轩元叶想反驳 可是他发现自己无法反驳 好像自己真的是这种人 软软 你说的这些 软志宇见眉紧促 心也纠紧 我打断了他的话 哥哥 那些都是假设而已 轩元叶这种白眼狼 夹扫把心命格 谁沾谁死 对他好 奉献自己 就等于燃烧自己的血肉 替他挡灾 我可没有那么傻 文言软志宇放下了心 软软 你对我真的没有动过心 哪怕一刻 轩元叶依旧不死心地看向我 等待着一个回答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拔下簪子 狠狠刺向他的眼睛 煞时间 血流如注 这就是答案 懂了吗 轩元叶痛苦地嘶吼 血泪顺着腰液的脸庞流下 贱人 我要杀了你 轩元叶无能怒吼 同时系统传来提示 轩元叶虐身进度90% 虐心进度80% 我紧紧皱眉 这都没有100% 滴滴 系统故障 宿主灵魂即将被挤出体外 请做好准备 话音刚落 我的灵魂便从软软体内飞了出去 软软的身体滑落在地上 软志宇接住了他 下一瞬间 他便睁开了眼睛 茫然地看着熟悉的环境 在看到软志宇的瞬间 软软红了眼睛 立刻扑到他怀中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哥哥 我终于回来了 我又见到你了 软志宇抱着软软 被他的哭声哭得心都碎了 立刻安抚他 问他怎么了 随即软软看到了轩元叶 身子瑟瑟发抖 可是只有那么一会儿 他便坚定了眼神 轩元叶从那具柔弱身体里 迸发出的是毁天灭地的恨意 如同来自幽灵地狱 软软拿起金簪 朝轩元叶另一只眼睛戳去 不仅如此 他甚至用手去挖轩元叶的眼珠子 亲手把他的两只眼珠子挖了出来 轩元叶痛倒在地上打滚 两道血泪蜿蜒在脸上 此时也没了人形 软志宇第一次见到软软这个样子 惊恶地看着他 甚至刚赶过来的软相夫妻 也都吓了一跳 软软却只是哭 等哭够了 他才告诉了爹娘和软志宇 自己所遭受的一切 从遇到轩元叶开始 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他说他每一次都感受到 自己不应该那样子做的 他学过三方五常 礼仪规矩 懂得自尊自爱 可是冥冥之中 有无形的力量 控制着他走每一步 甘愿丧失自尊 沦为轩元叶的奴隶 不 甚至是奴隶都不如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灵虐到浑身是伤 看着爹娘和软志宇死于非命 看着轩元成被害死 却无能为力 那个无形的力量告诉他 他就是为了轩元叶而生的附庸 为了成就轩元叶的霸业 他丢失了自己的灵魂 直到我占据了身体 他看着我走过来所做的一切 十分痛快 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 软相夫妇和软志宇 搂着软软气不成声 光是听着他所说的都要心碎了 更何况亲身经历过的软软 轩元叶捂着双眼 指缝里流出血液 他听完软软的话 脑子里突然多出来一段记忆 快要挤破他的脑袋 原来真的有人爱他的 还是那么一心一意爱他 他却失去了他 最后登上了皇位 我不知道在我身体里面的是谁 但我知道你还在这里 谢谢你 帮我解脱了剧情的束缚 软软看向空中 真心的向我道谢 我微微一笑 我就说嘛 书里那么贱的女主实在是少有 爱人先爱己 一个抛弃了自资自爱的人 是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的 软软囚禁了轩元叶 反正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皇帝也早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我一直飘在空中想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达到100%的虐度 离开这个世界 直到一个月后 皇帝驾崩 太子登基 软软很高兴的把这个消息 通知了轩元叶 轩元叶当场吐血 风魔的嘶吼 登上皇位的应该是镇 镇才是命定的皇帝 啊啊啊啊啊 不 皇位是我的 软软心情很好的欣赏轩元叶的崩溃 然后拔掉了他的舌头 轩元叶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 灭心度100% 系统显示 任务成功 我恍然大悟 细细想来 却又十分合情合理 对于轩元叶来说 其他人做上皇位才是最虐的事情 权力才是他的毕生追求 也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 作者塑造的轩元叶 阴欲孤独 一生都在渴望着被爱 可是爱他的人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下场是好的 而他的毕生追求 不过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软软的死 对他来说 也许会让他伤心一刻 绝缘皇位才会让他痛不欲生 一阵晕眩袭来 我已经脱离了书中的世界 打开电脑搜索 那本阅文已经搜不到了 我弯了弯唇 真好啊 全文完